第18题 海底探测船在海面上 以声纳仪器探测海底深度 如右图所示 若深波在海嘴中的传播速率为每秒1500公尺 这部仪器在面对海底发出深波后 需要测量什么 才能算出海底的深度距离 我们晓得速度呢 就是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大的距离 所以我们的距离就是速度乘以时间 那我们已经晓得了速度是每秒1500公尺 我们还需要吃到时间 才能够求出来距离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 需要测量什么才能算出海底的深度距离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深波在海水中行进的时间